各位观众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抵达真相的彼岸 唐山打人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唐山这事就陷入了 可以说是塔西托陷阱吧 反正是唐山这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 唐山可以说是官不聊生 最新的消息传来了 又引起了举世哗然 怎么回事啊 微博上有人说有人透露啊 说唐山打人案后 这个第一个自媒体人被唐山警方跨省抓捕了 又有人在底下喊太黑暗了 秋后算账了 这位说8月9号上午 自媒体人毛慧彬被河南 应该是河北啊 衡水派出所带走 没有任何手续 稍晚毛慧彬的妻子打电话给派出所 警方告诉他啊 毛被逮捕了 罪名是再逃犯 因是刑事案件 不会给家属通知 警察还告知 毛将被带往唐山侦办 9日晚上毛慧彬的妻子 会会对媒体表示 通知我的警察说 等唐山来接人 我才想起了 我老公写了几篇 唐山打人案的事情 他被抓 就应该是这几篇文章的缘故 底下这些国内的反贼 又有人说了 唐山背后的势力相当强悍呢 红太阳之下无新鲜事 你看这都是国内的 对现实不满的这些反贼 你说这个铁链女和唐山烧烤店的事 其实不应该是自媒体发生 很遗憾 在这个法律人士知识分子贵了一地 只为搞钱的世代 良心只能用普通人扛起来 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是吧 这帮人一愤填膺的 为唐山的女孩发生 是吧 这个沉默呀 不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灭亡 是吧 你看这玩意儿 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出问题的人 是不是 四个女孩的下落 14亿人回答不上来 完了 是吧 你看 这个事儿 最新的细节 就是他的妻子 对自媒体说 我是毛慧斌的妻子王慧帝 毛慧斌呢 自从2021年6月以来 一直生活在恒水 且没有出过恒水 从来没有去过唐山 毛慧斌做自媒体工作 运营营养师惑惑和惑惑人间 两个微信公众号 我做外贸工作 2022年8月9号上午10点 毛慧斌自称是河北恒水 和平路派出所的警察带走 期间并没有出具任何逮捕文书 相关的证件 8月9号下午19点 三个警察来家里抄家 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 逮捕证 收缴物品清单等执法文件 我再三要求警察出示逮捕证 警察说 毛慧斌已经签署逮捕证 由于是刑事案件 家属无权知道 并夺走我的手机 在其恐吓下 我只能删掉了拍的照片 按照警察的说法 对毛慧斌的逮捕是 恒水和平路派出所 受唐山派出所委托进行的 唐山派出所立案 和平路派出所负责抓捕 然后移交给唐山派出所 逮捕的原因是抓捕再逃犯 具体什么案件的再逃犯 警察说我无权知晓 让我等唐山派出所的通知 毛慧斌之前一直对唐山打人案 进行追踪 并通过自媒体账号 对该案件进行报道 其他在与唐山无设 关于毛慧斌签署 再逃犯逮捕文书的事情 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毛慧斌肯定不会签署 最新的进展是 截止到2022年8月10号 毛慧斌已经被移交到 唐山市陆北分局刑警大队 就是大人的那个地方的管辖局 负责人前警官 毛慧斌涉及的罪名是 寻衅滋事 在网络散发不实消息 逮捕文书已经在优寄的过程中了 原来如此 真的是因为唐山打人案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他的这个妻子 接受了轮子电台新唐人的采访 9号晚上 毛慧斌的妻子王慧斌告诉新唐人 早上不到10点 他带着孩子出门 11点回家 就在这一个小时里 他的先生被警察带走 但他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王慧斌表示 他打电话到派出所询问 得知恒水派出所只负责抓捕 具体负责这个案件的是唐山警方 王慧斌说 从今年7月份至今 毛慧斌写了七八篇 关于唐山打人事件的文章和视频 发表在他的两个公众账号 惠惠人间和营养师惠惠 10号 记者打通抓捕毛慧斌的和平路 派出所电话 接电话的警察表示 要询问唐山方面才晓得 这个事基本上清楚了 朋友们 基本上清楚了 那就是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 这个什么流量高 他就蹭哪个话题的一个 传谣造谣的一自媒体 这个他这个傻娘们的媳妇 接受了轮子电台的访问 这一下 他老公就更加的出不来了 这一下坐实了 那肯定是他娘的寻衅滋事 而且还得众叛 这个傻娘们 朋友们 那位说这抓自媒体的这帮人 是不是有点祸了呀 我告诉你 你看看下边这些自媒体是怎么造谣的 我一直给大伙说 中国现在这个防火墙起到的是反作用 只能让世界各国的政要认为中国啊 这个民不聊生 黑暗无比 所以呢对中国围追堵截啊 中国的防火墙 拦住的是那些正直的啊 那些有理智的华人啊 这些反贼们啊 这些精神病们啊 他们在法轮功的这个资助下翻墙都有手段的 是吧 翻墙出来的都这玩意儿 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正义的爱国群众 毕竟是少数 知道吧 现在呢 以前的时候啊 是海外的这帮低智商的轮子民运造谣 独轮运造谣传到墙内去 现在反过来了墙内的这帮自媒体造谣传到海外 让这帮独轮运们再用来抹黑中国的这种材料 你说这玩意儿这防火墙 你留着它还有啥用啊 起的都是反作用 你看看墙内自媒体是怎么造谣的呀 啊 看看这个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半个月刚上任的54岁的河本公安厅长刘文喜 并非官媒所言的因病去世 而是在厕所里遭不明兄年用刀捅死 而他去世后没几天 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因病去世 同时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 受害的四名女子已经全部去世 户籍被注销 周围的邻居全部被搬家 这都是墙内自媒体微博啊 什么抖音上造的谣 全他娘的让海外这帮独鹿运 给再加工再利用了 瞧见了吗 啊 就是前两条我不说了吗 那四个女的说被扔到了炼钢炉里边 这也是墙内自媒体抖音上造的谣 啊 这位说冻到哪个皇子了 你看了吗 这都是墙内自媒体造谣啊 传到海外的 你这一次吧 这这事吧 造谣最多的还真不是海外的这帮弱智的独鹿运 是墙内的那帮弱智的那帮造谣的啊 那帮人里边有很多反贼 你像那个毛慧斌啊 他媳妇竟然跟那个大纪元轮子电台联系 那以前他在这个媒体上职业造谣 有啥 只要是有啥事件 他肯定扑上去职业造谣 是这么个祸 你知道吧 啊 你看这 你看这造谣 说这个被打的那几个女孩的爹被喂了哑巴药了 哪来的哑巴药啊 民生的谣言 大家看下这是唐山烧烤店旁边巷子里面的血迹轮胎印 大家看一下血迹轮胎印的方向是朝着楼梯方向的 和大部分网友说的黑衣服姑娘被扔下楼 并且碾牙姑娘说法是相同的 这个现场血迹轮胎印 充分佐证了这个说法 请 这种摇棍 朋友们 大家不该抓吗 我觉得抓的轻啊 啊 他看他娘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啊 还有哑巴药 好大一根柴有吗 啊 给他娘吃点行吗 造这种谣的人 就像这个毛慧彬 你看这是他的自媒体 他的公众号 天天造这种匪夷所思 人神共愤的这种低级的谣言 能不抓牙呢吗 抓起来我 我觉得应该众叛 寻衅滋事 得按最严格的那个 那个那个刑期判 像这种摇棍啊 海外是造谣自由啊 管不了啊 在大陆 这法律 我觉得大陆的法律 最好了啊 是吧 这个 该啊 而且我觉得唐山警方 这回我支持唐山警方 啊 但是呢 我也呼吁唐山警方 你赶快的结案啊 就是别管背后的保护伞 牵扯到谁 是吧 你哪怕你不报呢 你把这真相 这四个女的到底怎么样了 啊 把卷宗 先公开于众 这样的话 就会少 大部分的谣言 啊 是吧 好吧 这个造谣的没屁眼啊 是吧 这个 所以说 这个人被抓了 我认为 一点都不原 好 谢谢大家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受累点个订阅 咱下期再见